大家好,今天是2月3日,星期五 事件又再进一步反复 日中的低位在今早见距22,997点 先讲今个月的走势 虽然过了三个交易天 但暂时来说 恒指是由昨天2日的高位23,439 跌至今日的低位22,997 是一个先高而后低的形态 但在一个月份初旬的时间 指数比较反复是很正常 况且经过五个星期的反弹之后 恒指由12月28日的低位21,448 去到昨天的高位23,439 升到1,951点 稍为有三几百点的反复是很正常的 当然知道整个反弹到现在这一分钟 以单的计算 成交金额每一天是多过七八亿 即是说 暂时一个中期的反弹 应该就是确认了 不过你要发展成为新的中期的升浪 似乎在成交金额的方面 就不太配合了 再讲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在两天之内出现 即是换句话来说 这个月剩下的交流天然有很多 仍然会有机会有更高 甚至是更低的指数比我见得到 当然知道 你要冲上去23,439 再进一步挑战 一定是去年10月11日的高位24,064点 如果市场真的要走到这样的形态 成交金额仍然还在500亿多些 老老实实 市场的气氛是会比较保守 而且是没有一种测烈的感觉 当然不是说不会升的 你看看 只是汇控、腾讯、友邦和中怡 这四个大蓝酒 占了恒指成分已经36%了 即是说主要的成分股轻轻做好一点 是绝对可以拉动恒生市路上 但并不等同市场的气氛会刺激 再说 经过五个星期的技术上的反弹之后 市场有点整固消化是很正常 但在走势方面大家要留意的是 十天线 因为今天终于跌穿了十天线 其实现在和大家聊天这一分钟 是未到两点的 换句话来说 我要提早谈 因为当时做完商台的节目 我就立刻要讲过去上水 你知道现在中环上水要整个多小时 所以提早跟大家分析一下 市况的形态 我觉得整个反弹是未断气的 第一 指数仍然稳守在五十天线以上 即是说整个技术上走势 仍然处于一个反弹的形态之中 只不过经过五个星期的上升 升至1951点 是会有几百点的反覆 这个是很正常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五十天线的防守性 如果你说指数真的进一步反覆 甚至会回市五十天线的话 要留意 不单止代表反弹的势头已经高一段落 可能的大市又会出现一个技术上的反复的形态 不过我认为这样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去到三月份 市场已经开始炒末期业绩的公布 到四月份五月份就炒除淨了 换句话来说 市场现在有一个有限度的反复是很正常 但是你说要现在这一刻再重头发展一个跌浪 我看时间上就不太配合了 换句话来说 就算市场再进一步反复 都不是代表大市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 当然知道 A股今天农历年价后服市 走势比较偏弱 因为流动性拉近了 所以股市不可能不受影响 但是我觉得A股也是一个整股等变 我又不觉得会太差 如果理性点去看 上升指数由去年11月29日高位3,301点回头 去到12月26日低位3,068点已经止步 现在A股是走在3,301点到3,068点中间 期间来说升50点跌30点 根本代表是反复挡变 问题是现在在大浪的低位附近 因为大浪的高位是前年的5,178点 低位是去年的2,638点 现在在3,000点左右 更是在大浪的低位附近整股 所以上下几十点点 我觉得没有大外 我自己的A股看法 今年我仍是看好的 因为你要维持6.5%经济增长 你出口内需和固定投资 这3个板块是不能够少的 只不过在季初可能流动性 拉近一点去杠杠 之后慢慢慢慢我看都会放松 换句话来说 如果A股上升就有财富后应 绝对又可以刺激消费 从而拉动内需 经济增长也是源自内需 至于出口方面有点不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不会有展开对华贸易战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不过的确有这个戒心 至于基建当然会投放 不过问题 南水北调局工程都做完了 大型的基建很多已经做完了 就算现在有些基建推出来 分量都是比较小的 所以最大的经济增长来源 我始终都认为是来需 包括汽车行业都是 好了 A股既然是有整股 又反复而没有大跌的话 港股我相信也不会跌得太多 去到三月份 企业开始公布业绩 接着开始派息 到其时 有些资金会在高台上追息 抢息等等 只不过现在这一分钟 气氛还是相对比较薄弱 投资者一向都是这样 市场不忙大家就不入市 有个形态看得到 很多主要的成分 如果升完之后 在高台上只不过是整股 所以对汽车的看法 我始终认为 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正面 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 成交金額真的不够 直到这一分钟 都是不够的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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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